日本老店員工失手到了17倍辣椒 超辣烤肉醬,意外爆紅 23週寶寶完成手術後 放回子宮繼續成長 大家好,歡迎收看晚餐聽聞 統計署發表了香港五月的零售業消貨額數字 下跌了1.7% 經常說要推銷好貨就要有好的宣傳策略 大家有聽過一些有趣的銷售趣聞嗎 誰有貨 我有貨 我上網看了一段 非常有趣的宣傳片段 畢竟我們現在疫情開始慢慢變好 所以很多國家都開始做一些宣傳手法 賣廣告吸引遊客過來 冰島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固然之,很多人想去 他做了一個宣傳手法 令人覺得很可愛 就是拍了一段影片 就是一隻冰島馬 很長毛毛,腳很長 背景就是冰島很漂亮的山水 然後有一個鍵盤 在大草原中間 就是一隻冰島馬在上面打字 很大的鍵盤 對,很大的鍵盤 冰島馬在上面打字 走來走去 這個項目叫Out Horse Your Email 這個旅遊觀光局 真的有一個項目 是請假信紙 可以發送給你的 當你應用的時候 你就順便可以打擾你的請假信 說我要去冰島旅行 那就不工作一段時間了 就是幫你做這些很輕鬆的請假信 就可以讓你方便去冰島散下心 現在旅遊局擺放很多資源 就是拍攝這些宣傳片 對 韓國也有 好像沒有那個 對,很好的感覺 我也看到 Ellen說了一個冰島 我說了一個地點的 誰去南丫島 我這個,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 就是去一間佐敦的 非常有名,是全香港脆敗的快餐 他們有名是對待客人六隻字 簡單,直接粗暴 客人不一定永遠都是對的 因為他們就是要做快餐 快餐是甚麼?就是要快 你第一次吃 你第一次吃不夠快 是因為你自己沒有看照片 你吃過了,你還要不夠快 你就要丟給他的眼神 靈麗地看著你 大家知道我 我很喜歡被人罵我 也知道 你只要坐牢的小時 然後發生甚麼事 對 所以你就很喜歡去餐廳 不是,我第一次去 我老想挑戰 我跟三位經常去吃的朋友 坐下來吃 就當你們四個這樣 然後我一坐下來 他就問我,怎樣?吃甚麼 然後我就問他,有甚麼好介紹 真是好一點 真的,因為他只有三個餐廳 可能是早餐、午餐、下午茶 你只需要說A、B、C 就下單就完蛋了 即是炒蛋還是滑蛋 然後我看伙伴拿著這張紙 他就是… 準備開拖 然後他們指給我看 我說好,這個應該不錯 我已經算很慢了 稍稍,Jodo姐,回到來 他究竟如何有趣地銷售到的東西 那有人去吃嗎 有,是非常多人去吃 很多人排隊 因為他們很好吃 雖然你要很快吃一頓 坦白說,有些人坐下來 可能五、十分鐘吃完一頓便離開 還有那些客戶的態度就是這樣 所以你的意思是… 例如我以你的想法就是… 這間餐廳,因為全香港人都知道 他是出名的 你別想在裡面坐得很慢 慢慢享受 我們的員工也不太相遇 當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你就不會對他有任何服務上的要求 對 這就是另類的銷售手法 這是一個技術… 反而人家會冒名而去 就是感受那種被人罵的感覺 對 看看有多快、有多忙 不完美的銷售方式 但又達到銷售的效果 對 說起這些不完美的銷售技巧 我這個也有點像 就是大家應該喝過一個 S字頭很出名的咖啡的一間連鎖店 他們有一個服務 就是如果你下單時 他們會問你你叫甚麼名字 他們會在杯子裡寫你的名字 很煩的 為甚麼… 為甚麼經常問我的名字 給我就可以了 對,他們很親切 這其實是一個特別的東西 他們都會特地寫錯你的名字 例如Alan 可能他寫了Alan 寫錯你的名字 為甚麼要問我 為甚麼… …Alan是… Alan是一個很… 對,其實… 這是一個銷售技巧 是 hecho�play rental marketing Vurals marketing的話 有甚麼意思呢 就是指一些品牌出用宣傳手法 丟到網上放在網上 噴出名 пап名 但這方面未必有很正確的東西 譬如寫錯你的名字 有些客人可能會喜歡 覺得好玩 我就會拍下去 推上我的社交媒體 很多朋友看著名字 今天竟然寫到名字,就… 反正反過來,今天終於寫對我的名字 對… 其實寫對寫錯,有些人會去貼文 我試過真的很清楚 Jojo寫GaGaGa 他寫Yoyo,Coco也試過 JO也試過,總之是不齊的 他會駁你拍照,去貼上網 我以前… 對不起 你沒幫到他 我純粹… 我不知道,因為我不知道消受 我純粹覺得…看你好 你一知道,你會反而更不好嗎 當時我會覺得看來他有點耳朵 對,我更加不好 我聽到一個都是觸動你的心理 也很有機心 反而你是男士,就更加要留意 這叫甚麼?軟性的銷售 就是一間電話公司 這部電話是新推出的模特兒 裡面有一些鍵盤 專門為上班、打工仔 一分鐘、幾、六萬元 那些人是用的 Misifu怎樣推出這個新推出 他又請了20位很漂亮的演員回來 他將他們在下班時間 派他們進去那些酒吧 這時候酒吧裡面最多是甚麼 就是那些打工仔 穿著西裝、Wall Street那些 925那些 他在做甚麼 他把新的電話拿出來 一直按,然後看 聽到農事的時候 他跟進去問他 不如你給我電話 就可以進入電話裡 不知他就會打電話 當時以為 那些女生很熱鬧地過來 原來現在那些年輕人流行甚麼 原來流行這些電話 你到達10公元就覺得 原來現在流行這些東西 我也要先潮這些 要先貼這些人 到他買這部電話 這一招很聰明 而且我覺得 你會否做這份工作 你想想,你又有錢 又可以認識Wall Street的財進 然後真的拿了電話 隨時你還可以找到老公 其實他正在做的 大家不要拒絕 我就是這麼貪慕虛榮的女人 她是免費,沒有收錢 已經在做這些事 我問Alan 如果這份工作是租了Michelle 你會否給她電話 會嗎… 你這麼大聲就不會了 不會… 我們可以聽一下 其實我覺得她這個貪圖 有些數目 因為我給我 兩個人都不會給她電話 因為如果有一個熱鬧女生 跟她貪圖的時候 我不會留意她的電話 對,我正在想說 我不會留意她的 我會看著她的女生 不會有空留意她的電話 其實簡單來說 你不可以選一個特別漂亮的女生 漂亮的女生就未必可以 就是Jojo可能留意電話 我沒有說 她很… 她很基本上說 你好… 你好… 她很強勁 她選一個不太漂亮 所以別看她的樣子 看她的電話挺可憐 你怎麼搞的 我覺得你這種軟中大顏 我覺得我這個應該是軟中大圓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她當然是陰謀論 還是她真的出現了這件事 我這個有趣的銷售 聽聞是來自日本岩手縣 一間老舖的醬油店 早前推出了一支新的辣味燒肉醬 寫得明這個辣味燒肉醬 是失手下了很多辣椒 然後小林…小林是他們店員的名字 小林類似是… 如果翻譯成中文 就是小林出現了的17倍辣味燒肉醬 有一次就是他們做的醬汁的時候 真的錯手 不小心加了很多辣椒 真的加了17倍 這不是她平時的道理 那時候副社長就… 試完的味道也覺得還不錯 真的扔了很浪費 不如又試試把這一批的辣椒醬 照樣拿出來買 因為其實量不太多 只是製作了600瓶而已 照樣寫 如果你相信她的話 就是從10天來 小林真的弄錯了那道菜式 然後就放在店裡購買 然後有人看到 然後覺得很有趣 然後就拍了一張照片 送上網 然後當然那種味道 他們也覺得很好 這樣就成為了一個崩潰 全都湧過來想買這隻醬汁 很快就賣團士 喝過一瓶 馬上賣團士 弄得有人提出 可不可以繼續推出 但有沒有這麼適合 就是落夠 剛才的份量也有 剛才的份量真的很好吃 她計算是17倍 因為她的宣傳… 你覺得一句句子也算了 她還有一張照片 放在宣傳品旁邊 就是小林的頭髮 很像這樣 那些人就會覺得 你這樣還不是一個宣傳策略 你連照片也準備好 但他們那邊出來解釋 其實小林一向都是很盡責的員工 但她那次也覺得自己很對不起 然後在道歉的時候 道歉 社長覺得挺有趣 你覺得我拍張照片來笑一下你 於是就不要浪費 拿那張照片出來做宣傳 整個故事就是這樣 但你們覺得… 我聽說這件事很陰謀論 我覺得沒所謂 相信她 我覺得日本人是很幽默的 有這些位置,員工犯錯 不要緊,你也錯了 我們不如用幽默的方式去處理她 好,她倒閉了 如果老闆真的這麼厲害 她有急財 她想到不如我們這樣做這個市場 一起玩大她 不過你也正確 因為那個地方是岩手縣 岩手縣不是東北地方 也不是很大城市的地方 可能他們的宣傳策略 也沒有大家想到那麼前衛 我始終覺得她人比較瘋狂 我覺得應該未必是這麼合得這麼巧吧 因為可能這麼巧,是17倍 她知道是17倍 剛巧她覺得原來很好吃 然後她真的打算把它賣出來 會否其實她打算的感覺就是 原來我們不小心做這些事 讓大眾覺得原來這件事 她不刻意欺負我們 是不小心的,那就試試吧 然後她用那張這麼慘的照片 嘗試去動之以情 又去玩我們的生理 去騙我們試 JB,你可以跟芷成哥做節目嗎 不如你過在旁邊 很有任何開 好,那我們投票時間 哪一個你覺得是最有競技 你覺得要頒獎給她的 這條市評判的方式 好 1、2、3 我給Javis 我給Javis 成功之母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做市場 你試試想任何的可能性 然後你在裡面也會找出一條路 路是死,人是殺